书馆开书啊 咱们继续聊着清平准杆尔之战 哎这仗啊 可终于要打起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有个油头啊 这小河卓货战呢 下令处死了软金在库车城的 清军将领阿敏道 虽然这阿敏道在库车城的 阿奇木伯克 呼代巴士尔的帮助下 已经逃出了库车城 可是苦于没有战马 最后还是死在了 库车城外的隔壁滩上 得了 今儿这钱情回顾 咱就到这了 不能多说了 省的呀 这个好朋友又骂贤街 说咱们这书啊 净水了 没关系啊 这样的意见您该提提 您提呢 我就改 哎这是对我的鞭策 您看今儿个 咱们就不过多的 没到钱人说了不是 哎其实啊 这废话也不少 很快呀 这赵慧在北江 就得知了这阿敏道 和所率的一百索门兵啊 惨死在南江缠回的刀下 说是很快呢 实际上距离这个阿敏道 被杀呀 已经四个月了 这赵慧也一直担心的事啊 哎那终于是来了 那事既然出了 那就得解决 赵慧呀 就找来了自己随军参赞大臣 这位大人呢 叫傅德 跟这个傅德说呀 你呀 在北江继续勤拿这个阿摩萨纳 咱们书中代言 这会儿的赵慧可已经不是定边 左父将军那么简单了 乾隆皇帝呀 把这个赵慧的官职是生了再生 现在这赵慧呀 全部的头衔啊 他藏了 是一等武艺某用功 受护不上书 香白旗汉军统领事为大臣 并且在乾隆22年的12月份 还被乾隆皇帝授以定边将军之职 这回呀这赵慧可正经的成为了一支方面军的大元帅了 那么说让这个傅德继续清剿阿摩萨纳 这赵慧干嘛去 赵慧说呀 我呀得带领一只人马去南疆平乱去 这大小合卓杀了咱们的人 他俨然就是反了呀 于是这赵慧就开始着手啊 在不影响北疆这个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呀 召集人马 并且同时呢 一刀奏折写到了北京 向乾隆皇帝禀报了此事 可是这乾隆皇帝回来的庭记呀 让这赵慧很吃惊 因为乾隆皇帝呀 根本就不同意他出兵南疆 这乾隆皇帝指引上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阿摩萨纳呀 实在是太可恨了 三番五次的煽动这个鄂鲁特其他部中造反 弄得这个八旗兵啊 在北疆是焦头烂额 是顾得了东啊 他顾不了西 那赵慧 那你现在是定边将军 我让你上伊犁去干嘛去了 还不是让你呀 去平定北疆种月儿 去抓阿摩萨纳吗 那你怎么分不清轻重缓急呢 这简直是啊 辜负圣恩 你呀别想别的了 赶紧的呀 把阿摩萨纳这事给我解决了就得了 正宫我呀 这一天也等不了 你不知道这沙皇俄国紧盯着阿摩萨纳吗 就想扶持他呀 在这北疆建立傀儡政权 这俄国人要是再掺和进来呀 这事就更不好办了 这乾隆皇帝呀 说的他有道理 要是比起来呀 这平定北疆种感儿确实比这个征伐南疆回部啊 要紧要一些 不过呀 这回部不管肯定是不行 你要是再不军事干预呀 那眼看就独立建国了 这乾隆皇帝就是这么着放任不管吗 实际呀 这乾隆皇帝对此也早有打算 这乾隆皇帝认为这南疆这块地 它相对封闭 北边是天山 南边是昆仑山 往西走呢 虽然是富尔干大盆地 但是也有群山相组 能翻越的打板崖口也不是很多 往东就更别说了 往青海走啊 有相当广阔的一片无人区 那么说翻昆仑山奔西藏呢 这个无人区也不小 现在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个无人区啊 叫羌唐无人区 现在走啊 还总出事呢 还别说内玩了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就认为呀 这大小合卓再怎么闹 他也出不了南疆这个券 并且呢 这外部势力也很难插手到南疆 就因为这呀 这乾隆皇帝才让这赵慧呀 清剿北疆 等到这个阿门散落的事解决了以后 再回过手来 处理这南疆回事物 咱们这个书不要麻烦 也就再转过年来呀 乘滚杂布带领着喀尔喀蒙古的蒙古骑兵 会同这哈达哈的八骑兵呢 一骑就平定了彻翼之变 在这个唐奴乌两海就擒获了叛军的首领 清滚杂布 随后啊 这些叛军的首领被押到北京 咔嚓一声啊 被西市开刀 赵慧这边呢 专阿门散纳呀 也有进展 阿门散纳先是跑到了哈斯克韩国 受哈斯克韩国阿波赖的庇护 那这召唤当然是得要人了 要人呢 这阿波赖呀 先是说不给 那不给那就打呗 这一仗打下来呀 没用怎么费劲 这大喊阿波赖呀 就给打服了 可是遗憾的是 他说这阿门散纳呀 跑了 并且呀明确的指出来跑的去向 奔了俄罗斯了 还算不错 把这阿门散纳的一些心腹骨干 哎 其中包括他的侄子 一同啊 绑吧绑吧呀 就交给了赵慧 当然了 这些人的命运呢 那也是一样的 被押到北京啊 西市开刀 再后来呢 就是这草原上到了天花 阿门散纳呀 在俄罗斯也没得着好 染上天花就死了 虽然呢 让这强龙皇帝闹心的是 这俄国人拒绝交出 阿门散纳的尸体 不过也总算除了这乾隆皇帝的一块心病 至于啊 这草原上叛乱的辉特部 以及绰罗斯部的两家寒王啊 也没费什么劲 权力之争 哎 这绰罗斯部自己就干起来了 这辉特部大汗拜尔 也被这清军议员小将叫海兰茶 一箭射中肩膀头子 被生擒活拿 被绑回了北京 这会儿的北京啊 基本就算稳定了 最起码的带头闹事的人呢 该正法的正法 该归西的归西 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先忍不了了 哎 腾出手来了吗 于是这一刀圣旨就刷到北京 让这赵慧啊 是即刻出征 平定南京 哎 这回啊 可就轮到这赵慧不着急了 其实也不是不着急啊 是急不得 这赵慧啊 给乾隆皇帝写了一道奏折 上边说呀 我现在去不了 在这个沙拉伯勒这个地方 有一万户的准嘎尔 这一万户啊 还不是什么这个安善良民的准嘎尔牧民 是啊 跟这个阿姆尔撒那有密切联系的人 出兵南疆啊 我得先放放 咱们先得把这个沙拉伯勒这事解决了 再说 书中代言 这会儿的清军呢 在这个北疆准部 已经把这准嘎尔人啊 杀得差不多了 这说到这儿呢 我也挺难过 这种族灭绝 它肯定不是好事 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当然呢 也有个别的 就跑到了山林里啊 成了马哈欣 哎 这马哈欣呢 他不是机关枪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流寇的意思 可是因为这准嘎尔人呢 他实在都是牧民 到了山林以后啊 以狩猎为生呢 他一时也习惯不了 所以啊 就抢劫路上的行人 甚至啊 还有传闻呢 这些马哈欣呢 还有吃人的 这事儿 他不是我说的 这瞎掰啊 还沦摸到我 您看月威草堂笔记 这些事情啊 都是纪晓兰说的 所以说呢 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出现 这赵慧决定啊 把这些准嘎尔人呢 都要清剿干净 所以啊 就决定要先平定 这个沙拉不乐 那这乾隆皇帝 他乐意这样吗 他当然不乐意了 虽然他再不乐意啊 但是他冷静的想一想啊 赵慧这么做啊 也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气出不来 这领导就是这样 错的人呢 他永远是下属 于是啊 在同意了赵慧 先平定沙拉伯勒的前提之下呀 还得骂你几句 这圣旨上说呀 这赵慧虽有威功 但巴雅尔乃偶执军风 哈则克亦久于归顺 就未能追及阿门萨纳士一等 本无可自尽 这赵慧接到这个亭记之后啊 看了看圣旨 哎 也只好啊 摇了摇头啊 苦笑两失 那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呢 这圣旨说呀 是 你赵慧啊 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功劳 可是你别忘了 这巴雅尔啊 虽然是你擒货的 可是这巴雅尔呢 也是你这在草原上啊 误打误撞 碰上了才能擒货 也不是你搜山捡海的 找到踪迹之后 才设计擒货 至于这哈斯克人的归顺呢 哎 这哈斯克韩王阿波赖啊 早就想归顺大清了 你这废了半天劲 不是也没逮到阿门萨纳吗 还是让他又死在了俄罗斯 到今儿个连尸首都要不回来 你说你就这么小屁点功劳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那实际上这赵慧 你都骄傲了吗 你俨然没用啊 你话又说回来了 这叛军首领巴雅尔 你再是碰上的 那不也是赵慧的人逮着的吗 要不是赵慧 统领着大军和这个哈斯克韩王阿波赖 干了一仗 他就那么轻轻松松的就服了 到北京来给您俯首称臣 朝贡献马吗 哎 不过有一点 没能逮到阿门萨纳 把这家伙的脑壳做成酒碗啊 我也觉得是有些遗憾 可是这些个过失 他远贴不到这个赵慧脑闷子上 哎 反正啊 这乾隆皇帝是不乐意了 哎 那既然你赵慧没功夫啊 那我另找个别人吧 思来想去啊 这乾隆皇帝可就想起一个人来 那么这人是谁呢 这就是下令坑杀了和说特部 四千部中的雅尔哈善 当然了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啊 还不知道这雅尔哈善呢 是杀粮冒功 说是杀粮冒功啊 也不太贴切 他倒没想冒功 但总之是杀粮 因为这些人当时也没想造反 只不过的是没有粮食啊 让他接济点粮食 可是在那个冬天 这雅尔哈善手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 他怕呀 接济不到这些人呢 变身谋反之心 哎 所以呀 他就先下了手了 这乾隆皇帝觉得这雅尔哈善呢 是个敢想敢干 胆子大 心忧戏的人 所以就在乾隆二十三年的二月 这乾隆皇帝封雅尔哈善为静溺将军 这才有啊 这雅尔哈善进南疆 评定大小合着是酷车 之为